嗯 哈喽,大家好 我們今天影片的主題呢 要帶各位來探索這個谷底 來開這個谷底的秘圖 那最終我們會到廢棋教堂 那這一個的話 算是我覺得蠻隱藏的點 就是如果沒有特別講的話 會忘記或是沒有探索到 好,那一開始的話呢 那我們到這個幽影城的這個正門啊 正常是往左走 如果你右邊的門開的話呢 我們就走右邊的 會比較快一點 小怪不要打 我們直接往上走 那途中我會跟各位講說 大概可以獲得什麼東西啊 那有一些細節的部分可以留意一下 那當中有一些我覺得還不錯的套裝 或者是裝備等等的 這邊留一個樓梯我們就直接下去 不要再打了 追下來不簡單 那下來之後呢 我們小心一下這邊 這邊要用爬的 有的時候我習慣會用跳的 好那這邊有一個繪畫點 那拿完之後呢 右邊 這裡有一個門 隱藏的門啊 翻滾 會打開 好這裡就有一個石關 看到石關就很懷念吼 我們又可以再做一次石關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開這個傳點 那傳點這邊的話呢 會有兩隻火焰巨人 那第一隻的話呢 是我們直接就可以打了 那第二隻的話會擋在這一個教堂 好這個正常來講 這個門你是開不了的 然後呢我們要從旁邊 好這裡上來 好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我們選這個 大藍如虎 往那個巨人的頭上一丟他就復活了 那之後就把它解決掉 解決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來 好進來這裡的話 有兩個道具可以拿 第一個是右邊 這裡有一個石鞘鍵 好就是 這一把 然後進來之後這裡還會有一個道具 這一個 好祷告黃金大幻物 然後這附近有熔爐面具可以撿一撿 然後 左手邊這裡有一個靈灰可以拿 那之後我們就一路往往南走 好這裡會開 迎著和上游的傳點 好我們來繼續往南走 好這裡我們以先開傳點為目標 好這裡直接跳下來 好那這邊傳點我們就開了 那旁邊這裡有一個湖 一樣把它打爆 我用弓箭把它打爆 好打完之後我們下去撿 那不過下去撿的時候呢 我們先回來探索一下 好 回頭往右手邊走 好這裡會有這些鳥 那鳥打完之後下來這裡 好拿一個落葉的聲音劑 好記得下來拿一個落葉聲音劑 然後 然後再下來 我們就可以從另外一邊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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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來之後這邊都可以拿東西 然後我們剛剛打的 然後我們剛剛打的 湖的碎片就在這裡 這邊是一個 黴菌泛質的靈珠 誒 等一下 這個要離他一點距離 好那你也可以一樣齁 從這個迎者盒的下游下來 好旁邊看一下 好這裡 好這裡一樣是我們剛剛下來的地方 好那等一下我們先 回來拿 這裡有一個 落葉派的套裝 這邊會有一個落葉派的套裝可以拿 那之後我們再往前走 這邊會來到一個靈廟 這邊會來到一個靈廟 好東方無名靈廟 那打完之後呢我們可以拿到羅薩套裝 羅薩大刀 那這把大刀我覺得蠻帥的 只是說我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加成 算是獅山血海的這個DLC版吧 不過可惜他沒有 那個血的效果 他就是兩刀 但是呢非常的長 好那這邊拿完之後 這邊我們就結束了 那我們要從剛才下游那個傳點的地方下去 然後接下來呢這裡 這個河這邊 會有兩隻犀牛 那這犀牛要打 他們會掉有幽影樹的碎片 然後打完之後呢我們往這個地點 前進 這裡 旁邊 這邊 可以下去 好下來之後呢 就會到這一個 趨暗地下墓地 那趨暗地下墓地的話 蠻長的 之後再出一部影片介紹 當中可以拿到死騎士的套裝跟骨灰 然後以及一把矛 這個有機會再額外介紹 好那你趨暗地下墓地 會直接接到這個荒廢墓地 然後我們就會到谷底森林 好那這邊我們就是一路往南走 然後這裡的話呢是發狂區 就這裡的怪物都發狂 然後有一隻超特別的怪 好那傳點開的時候 沿著這個道路走 好那邊那邊 好我們接下來就是往這個 地圖點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往這個 然後 siihen 去看一看 好 好,我們這裡往左走 好,往右走的話呢 待會我們會遇到一個很特別的怪 可以帶各位看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呢,就是地圖店 然後呢,往前走 就是廢棄教堂的船店 那前面有一個幽影書的碎片 那旁邊這裡,有一個調香檳 好,記得拿 那這樣你的碎片就拿 谷底碎片就拿到了 好,那以上呢 是這一次谷底碎片的這個 地圖碎片的拿法 那個人覺得蠻隱密的 所以分享給你 如果你還沒有拿到還沒開啟的話 記得先把這個路線跑一跑 好,那也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大家掰掰